四合院 四合院又称四合房 是一种中国传统合院式建筑 其格局为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 通常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导座房组成 从四面将平院合围在中间 顾名四合院 北京史建于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初年 后世历经演变 辽戴以此为南京 今朝定为中都 元代建大都 明代改建北京 清代民国殷之 自元代以来 城内的居民住宅均采用四合院的形式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四合院的故事吧 四合院的变先 元朝 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 大规模规划建设都城时期 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殿、雅蜀、街区、房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 据元末雄梦响所著西京之载 大街至 自南以至于北魏之经 自东至西魏之尾 大街二十四步阔 三百八十四火象 二十九街通 这里所谓街通 即我们今日所称胡同 弄堂 胡同与胡同之间 是功臣民建造住宅的地皮 当时 元氏祖忽必列照就成居民之过京城老 以资高有钱人及居职 在朝廷供职者为先 乃定至以第八母为一分 分给千经之官甲营建筑 元大都市当时举世闻名的大都市 元大都的建设包 含有大规模的民居 胡同和四合院 成为元大都的基本内涵 明朝 明代的住宅从整体上看 依然沿用了元朝时期的风格 但是明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 因为一同迁徙而来的 还有数以万计的富商大甲 同时这种南北思维的碰撞 不仅让北京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也让建筑形势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相较元代的四合院 明朝时期的建筑在规模 制式 甚至色彩上都有了严格的规矩 清朝 满洲人入关之后 大量吸收汉学文化 建筑上更是秉承了明朝的制度 而清朝后期 阴阳物派的兴起 这时期的四合院 以及其他建筑 多少都有了西洋的元素在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元明元氏隋墙门的出现 而同时受到西学东建的影响 也有一些人开始在自己的宅院里建造西洋楼了 四合院的规格 北京的四合院之所以有名 还在于它的构成有独特之处 在中国传统住宅建筑中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中国住宅建筑大部分是内院式住宅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 四周房屋连成一体 称作一颗印 四合院虽有一定的规制 但规模大小却有不等 大致可分为大四合 中四合 小四合三种 小四合 小四合院一般是北房三间 一名两岸或者两名一岸 东西厢房各两间 南房导座房三间 卧砖到顶 起几瓦房 可居一家三备 左备居正房 晚备居乡房 南房又做书房或客厅 中四合 中四合院比小四合院宽敞 一般是北房五间 三正二二 东西厢房各三间 房前有走廊以避风雨 并以院墙格为前院外院 后院内院 院墙以月亮门向昆通 前院近身前险 以一二间房屋 以座门房 后院位居住房 建筑讲究 层内方砖昆漫地 青石座街 大四合 大四合院习惯上称作大宅门 房屋设定可为五南五北 七南七北 甚至还有九间或者十一间大正房 一般是富士四合院 即由多个四合院向纵身相连而成 院落极多 有前院 后院 东院 西院 正院 偏院 跨院 书房院 围房院 马号 一进 二进 三进等 院内均有超手游廊连线 各处 战地面积极大